日本建筑巨头陆岛建设注资1亿元 在我国打造首个海外创新枢纽 有望提升我国建筑环境领域能力 设在张仪商业园的陆岛环球中心 将是公司的亚太地区总部 预计2023年或以前竣工 总面积超过13000平方米 新中心将进行研发工作 以及对可持续的技术展开试验 华工部政务部长刘彦玲 出席新中心动土仪式时表示 机器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在后冠病时代 重塑建筑领域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采纳创新模式 除了提高建筑业生产力 和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 也提高在全球的竞争力 除了聘请更多本地科研人员 公司也计划研发更多方案 例如同玉郎集团 南洋理工大学 以及本地中小企业 共同研发一款机器人 抹平混凝土地面 把工作时间和人力减半 中小企业